好 今天台積電收平盤 但是中小型股就比較開心了 好像台股永遠都是這樣的循環 就像前兩天啊 大家說台積電法說之後 好像只有漲台積電 設備股呢沒有漲 CPO呢沒有漲 欸 今天都漲了 設備 CPO還有特化 還有累積相關 小明同學帶來四個次產業 好 我們先來講外資好了 好 沒問題 本來外資空單到4萬口 你都樂觀 是 好 現在是3萬口 下去了又上來 你還是樂觀 那我們到底要怕什麼 好 那當然今天神山休息 設備特化CPO累積 圍繞著神山的四個半導體業 相關的族群 今天都很有表現 是 那我們一樣的 因為每次在跟大家聊這個籌碼 或聊總金的部分 好像聽起來我們都是一派樂觀 對啊 沒有任何悲觀的理由 是不是 連永年老師都在你前面 不敢講悲觀 沒有 永年老師都說了 這是我們年輕一輩的 大家的看法會差不多 差不多 那當然啦 我們表現的樂觀 是一個站在長週期的操作角度 我們一直都說在年底之前 我認為指數會創新高 好 但是能不能創新高 你還是要取決於在近期 到底聯準會的第一個貨幣政策 總體經濟的數據怎麼變動 我覺得這個都是投資朋友 要去關注的 那在接下來呢 這個禮拜其實說真的 每個月的月中 經濟數據會比較少一點 那但是在這個月的話 核皮書要公佈了 核皮書是什麼 我們也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所謂的核皮書 就是聯準會他們官員在開 FOMC的利率決策會議前 他們會拿到一份文件 是 這個文件就有點像是筆記 因為美國的聯準會的這個聯邦準備系統 他是有十二間分行來去做分散的 所以這十二間分行 他們會在各自的地區裡面就找專家 例如說找趙华 問一下 你覺得對經濟的看法怎麼樣啊 一片樂觀 一片樂觀 這個最近投資朋友有沒有賺錢啊 或者是就是問這類型 跟景氣有關的問題 所以他們把這些意見 收集起來了 以後整理出來的這個資料 叫做核皮書 所以聯準會的官員 就可以去參考這些資料 來去決定他們的貨幣政策 那在這個禮拜 有很多的聯準會官員 他也要對這個十一月的 將期來去做定調了 包含像是達拉斯的聯準會的 這個主席啊 然後這個Kashkali 我們也很熟了 那Kansas的跟這個費城的Halker 其實我們在最近這個禮拜 都會聽到他們在不同的論壇上面 發表演說 是 那我認為啦 應該基本上就是會先幫十一月份 將期一碼做定調 對 因為我覺得十一月份 好像討論的空間不大 對 討論空間不大 因為在我們上一次的會議的時候 公佈的這個所謂的經濟預測展望 就已經說好了 今年大概就是降四碼 所以十一月降一碼 十二月降一碼 算很合理 而目前的Fed Watch上面 降一碼的機率也 確實是94.4% 所以市場很有共識 可是很有趣的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看前一個月 前一個月的時候 市場其實認為降兩碼的機率 有高達50.4% 所以為什麼最近債券 好像跌得比較多一點 原因就是因為市場的預期 有在這個降息幅度有在下降 那你說在接下來要降到什麼 都就是所謂的市場的預期 難道十一月份不降息嗎 我認為機率不大 所以我們給大家一個額外的所謂的補充說明 就是債券債跌有限 債跌有限 好 那聯準會的貨幣政策 說真的在今年年底之前 我認為算是蠻清晰的 那在接下來還有什麼 還有美股的科技股的財報 我們上禮拜跟大家提到了 你要留意的是什麼 這個艾斯莫爾 結果我們才剛講完 他就爆掉了 但是他爆掉以後 反而大家覺得台積電 應該會拿到不少優惠的東西 確實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 就有點像是在半導體產業裡面 我們說的產業不存在真空 有人好就會有人壞了 那在這個禮拜 有什麼要關注的 德宜跟特斯拉 好 那我們希望他們都好 兩個跟汽車都有點關係 對 他們都跟汽車有點關係 可是市場應該更在意的 還是在他們的這個科技上面的發展 到底怎麼樣 那因為德宜他在做這個半導體設備 事實上他的這個營收估計 已經連續八季都在下滑了 所以市場認為應該這一季 還是會下滑 可是重點是什麼 明年的成長前景到底好或不好 那如果這個地方 他對於明年的展望 其實是樂觀的 我認為對於德宜的財報 就要偏向一個所謂利多解讀 可是對於特斯拉來講的話 市場應該不能只能再賣夢想 他要回頭去看他的淨利率 雖然特斯拉在近期的銷售量有上去 可是他是因為降價求售 所以大家會在意他的淨利率有沒有掉太多 那他的EPS應該會比上一季低一點點 但不要低得太誇張 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夢想該賣的還是要賣啦 無人計程車 Cybertruck 然後還有這個機器人 其實應該特斯拉都要給一點呢 對於未來更明確的營收指引 所以我們回歸到股價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德宜跟特斯拉近期 差不多也都是在這個七八月的那個位置 低檔的位置 代表市場已經提前反映說 他們的這個財報財務數字 應該不至於會太好 那我覺得這對市場來講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已經先把沒有信心的部分反映完了 那只要不要太糟糕 或許就有機會在這個地方帶動其他的股價往上走 我還記得有一次德宜 好像也是上一季而已吧 對前景很樂觀 是他們會慢慢的上修啦 但財報數字會檢驗一切 好我們看完了這個總經 以後我們還是要來看一下籌碼的部分 以價權指數來講的話 我覺得在我們八月五號跟大家講說 我認為低點在這邊以後 而我們長週期的觀點就是低點不會再被跌破 年底前要再創新高 目前看起來劇本是符合的 符合的 完全照著小明同學的劇本 我們不敢講百分之百啦 我們在這邊也跟他講說 可能不會有第二隻腳 但他還是下來了 可是他不影響我們一個長週期的觀點 所以我認為在年底之前 創新高的機率還是大 為什麼我們一樣從籌碼來去做解讀 今天外資增加了4820口的空單 怎麼那麼多 大家會擔心 可是我一樣提醒大家去看一下 現在的期貨點數跟現貨的點數 期貨還是高非常的多 所以為什麼會看到外資在現貨大幅度的買超 可是在期貨放空 我們說了這個叫做策略性的部位 一多一空 所以這個水位我認為其實都不用太擔心 我們上禮拜也跟大家講過了 四萬多口結算後應該要掉下來 台積電法說會過後應該要掉下來 也確實真的下來了 而我認為比較有參考意義的 應該是在小臺跟微臺的散戶的籌碼狀況 但他看起來目前挺偏多的 沒錯 所以我們要提醒大家的是 現在的散戶籌碼是比較偏空的喔 他們做多 所以我們說整體的大盤 對 因為他們兩個偏多呀 對 沒錯 大盤偏空 是 因為他比較偏向反指標 所以我們要提醒大家 行情確實容易震盪 所以不要硬追股票 我們提醒過非常多次 那後續要怎麼觀察呢 這個在短線上面的籌碼變化都很快 所以在現在的這個角度 我也認為剛剛永年老師提到的 可能下禮拜會有一個高點 這件事情其實是合理的 可是主要這個指數有拉回的話呢 我認為大家都還是要站在買方啦 那一個比較明確的訊號就是等到小臺跟微臺的散戶多空比 都翻空了以後呢 那行情就會更明確的往這個兩萬四千點去做靠近 好 等他們都翻空了 肯定是有出現了一段跌幅 讓大家心又不舒服 心又不舒服了 對啦 對啦 沒錯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參考指標 我們也會來持續幫大家做追蹤 那另外的話呢 在上個禮拜台積電話法術會完以後 很多的這些華爾街的投行都開始跟大家講說 AI的商機持續發酵 因為位則家也告訴我們 我不知道AI到底大家覺得是多還是空 但是我覺得是真的 對 他這樣子講 所以其實AI這件事情 我認為他不是泡沫 那NVIDIA會迎接一個世代的良機 這件事情也沒錯 因為一個大的產業趨勢 不會只走一年兩年 在未來兩年裡面呢 NVIDIA要準備迎接兩千億美元的現金流 這件事情可以幫他帶來做很多的投資 另外NVIDIA的淨利率 其實也遠比美股的奇雄的均值還要來得更高 所以美銀上修的目標價來到了一百九十美元 也就是現在這個位置大概還要再漲三十七% 這就會帶動很多的AI類股 那目前在台積電法術會開完以後呢 大部分的華爾街的投行都開始上調目標價 而目前比較有共識的 最新喊到的ADR目標價升到兩百二十五美元 現在大概是兩百美元 所以還可以再漲十二%左右 十二%我們用這個一千一來去做換算 大概也是一二五零附近 我覺得是一個蠻合理的數字 因為今年賺四十幾塊嘛 明年賺五十幾塊 那你給予二十到二十五倍的本益比 大概這個目標價 我認為還算是合理 所以這個一千一不會是歷史高點 所以我認為在籌碼 沒有太糟糕的情況之下 台積電還是有動能可以繼續的往上走 好 那我們看完了台積電以後呢 相關的供應鏈也是我們必須要去做留意的部分 好 台積電跟他的兄弟們 現在已經變成是悄悄版了 因為資金可能真的只有一套 像今天台積電成交量就大幅的下來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股價沒漲了 就覺得好像題材結束 我們反而要提醒大家的是 在現在有一些休息的產業跟族群 你要先把它放到觀察庫裡面 包含像是CPO 特用化學 設備 還有呢 我們今天會介紹的累金的部分 那當然大家在看他們的基本面的時候也千萬不要看著後照鏡在開車 因為像是跟台積電有合作的CPO上全 你看雖然年增率沒有到很好 今年近四季 還是賠錢的 但股價已經漲到天上去了 那包含像是聯軍 聯軍的基本面是真的好 那光環的話一樣 今年都是在虧錢的 那股價也都是漲上去 那包含像是我們之前跟大家介紹過的大量啊 還有陽城 你去看他這個陽城的EPS是-3耶 對 但他最近還蠻凶悍的 沒錯 所以我們在做股票的時候看的是未來的展望 是 所以我們在現階段不能只看後照鏡開車 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只看EPS 我們要關注的是產業在未來 他的動能到底強或不強 那至少這四個族群 我認為投資朋友都可以去做一個留意 因為呢在近期我們也看到了資金 有往這個部分去做移動 應該是說像這些族群 我們就不要看後照鏡了 對 不要看後照鏡了 有一些該看後照鏡的你還是要看啦 等一下我們來聽黃金右下的腳看後照鏡 有些還是要看啦 有些要看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因為設備我們講很多次了嘛 包含像是柏雷 對 好厲害 講三次 我們上禮拜還跟大家分享柏雷 在這個黑K波段低點 今天漲停 對對對 這已經上禮拜我也漲停 所以短線上面這種有回 有壓回整理的股票 我認為大家都要去做留意 那漲多就不要追了啦 那另外像是大量的話 我們也是這一路追蹤上來 跟大家講說沒跌破五日均線前就先續爆 那跌破了以後呢 我覺得大家可能操作就要稍微比較保守 可是現階段又回到了這個月線的位置 那如果尋找支撐有效的話 或許你在這個地方就可以回後買上漲 對 因為他 我認為他還是漲多修正啦 那量能是正常 那整理以後再攻的機率 就相對的比較高一點 大量可以搭配上上星期五吧 我們可轉在天王 鄧哥有來 對 因為他的可轉代被換得差不多 換得差不多 拉上來換得差不多 我記得轉換已經超過了八成以上了 所以可能會休息一下 稍微休息一下 但後面的賣壓就沒這麼重 那另外像3498的陽城 我們也是跟大家分享過蠻多次的 股價漲多一樣不要去硬追 那有拉回的話 我認為他的題材都還在 那像是安可 安可今天就漲停板了 所以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分享的股票 他需要一段時間去醞釀 他是一個產業 所以他要有一個好的催化劑跟點火器機 那這類型的股票只要有拉回呢 他只要題材還在 都可以去做留意 這個3535的精彩科前面是大標股 那一樣的股價壓回以後 在今天拉了一根漲停板 突然拉出一根漲停板 這種有經過修正 而且忽然拉漲停的股票 大家都要特別去做留意 在這個位置上面 如果後續有漲去 然後可能拉回到月線的附近 去做測試 那個就是一個不錯的留意的可以買點 今天很多這種過去的題材股 都從右下角突然有一根 對 因為資金擴散 那大家不想去追高 就會去看這些沒漲的股票 那像6151的進入我們之前也是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那股價壓回以後呢 哇 直接拉上去 今天也是漲停板 沒錯 今天也是漲停板 而且蠻乾脆的 幾乎就是一架漲停所死 那一樣的啦 我們在看的時候 他的這一些籌碼 狀況都沒有太大的變化 而整個技術型態也都是多頭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的是呢 特化也是一個要去留意的 而特化呢 漲多的股票 我們就不要再去追了 我們要看的是什麼 還沒有漲有經過修正的 像3430的旗泰科 旗泰科的話呢 也是前面 漲完以後拉回修正 漲完以後拉回修正 來到了現在月線的位置上面的話 我認為這個位置非常的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他在做的是光引發劑的產品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提過 他就有點像是幫工業 幫汽車做這個所謂的防曬劑 對對對 不要讓他紫外光打一打就壞掉 那他是全球前五大的生產商 而且是唯一在中國以外生產的生產商 所以以他的基本面來講的話 營收都非常漂亮 近四季的EPS 四點四塊 對照他現在的股價本一比不到二十倍 我認為不算太貴 而在技術面的話 KD剛開始黃金交叉 所以一樣的在這個位階上面 我認為都還是用偏多操作的角度 來去做觀察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關注CPU 那CPU這個有趣 因為我們先跟大家講下禮拜有一個叫做TGV 先進封裝載版研討會 這個是精神科技辦的 他裡面講到的就是要用玻璃中介層 作為CPU元件的這個整合平臺 那玻璃中介層或者是說磚孔的廠商 台灣有相對應的嗎 有其實我們講到的大量洋城 他們就有在做這類型的 對沒錯沒錯 他們都有 但是現在沒有出大量 但我認為他們在台灣的技術 其實是做得出來的 而在整個CPU裡面的話 像3081的聯亞 那我們之前也是在六月多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過 他太飆了啦 他真的就是很飆的股票 那一樣的 他在做的是累金 累金其實就是在做三五組的化合物 所以我們今天看完了聯亞的走勢 他抽碼其實還不錯 這個還有機會 但他還在被關 還在被關 等他出關嘛 那在那之前呢 其實還有另一間公司 大家就可以去做留意 就是4971的IETKY 他們可不可以不要都用全英文 會背不起來 有的時候會比較陌生一點 中文叫做英特雷 那以外資目前的籌碼 在近期賣了不少 可是股價卻是逆勢的往上走 那如果你把這個時間拉得更長 以周線的角度來看的話 他已經好幾年沒有漲過 所以他是屬於位階低的族群 一樣股價在近期有拉回 這是我們最喜歡的 因為拉回才能夠買便宜 所以一樣的 在拉回的過程裡面 那外資呢 其實籌碼還沒有真的完全要跑掉 量能也在近期 剛剛放出大量 這類型的股票 我認為只要有拉回 我們都是可以留意的一個好買點 好 等於他們都是題材類型 你今天介紹的 大部分不見得在他的EPS上面 非常亮眼 但是在題材上面 已經看到有人先卡位 或者是形態有告訴你一些秘密 所以我們買的是未來 好 這邊非常謝謝小明同學 謝謝